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切封教育团旗下高端纸品牌 好程序安为大家提供的快速完赚SPA系列之SPA靠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Maven安装,Idea安装,Idea中配置Maven 包括Skyler环境安装和Idea配置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切封大数据学习营QO群 缺号是24161759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提供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那我们开始这节课的学习啊 那之前呢我们已经将当前的Maven和Idea都已经安装完了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将当前的Maven呢 关联到我们当前的Idea BI当中 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开发 所以此时呢这里首先第一个打开当前我们的这个Idea 打开当前咱们的Idea 打开当前Idea 等待一下让它启动一下 OK,启动成功 启动成功之后呢 那接下来在下面那个位置啊 咱们有当前那么一个configing啊 这么一个配置啊 选中啊 这个位置有的configing啊 选中 选中完之后呢 在下面第一选项有个settings 这个位置呢 是对当前Idea的一个环境配置方式啊 Idea的一个环境配置方式 所以此时呢 在这里我们点中当前那个settings啊 点中 然后呢 在这里会对当前Idea当中的一些配置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操作啊 咱们操作 首先呢 第一个 我们在这个上面搜索栏当中呢 输入maven 我们来搜索一下这个maven啊 那OK 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默认呢 这个系统呢 会给我们一个啊 咱们的Idea当中呢 会给一个maven3啊 给一个maven3 它给的版本号呢 是3.39 但是这个呢 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此时呢 需要将当前那个maven啊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的那个maven啊 进行一次修改 也就是当前这个位置 这位置啊 我们需要当前修改一下 当前那个位置啊 咱们得把当前那个位置进行一次修改啊 咱们得把位置进行一次修改啊 所以呢 这个位置呢 需要改成我们自己当前所配置maven的那个路径 记得啊 这个是配置我们自己的maven的路径啊 maven的路径 然后下面那个位置配置完之后呢 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需要修改如下两个配置 一个呢 是当前加载当前 maven当前呢 siting xml那个文件 第二个就是咱们本地的那个maven内裤 你知道吗 本地位置内裤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当前修改这么三个位置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呢 将当前那三个位置呢 进行一次修改啊 咱们进行修改 所以首先第一个啊 在这里咱们简单做一修改啊 第一个 这里第一项啊 这个位置选中后面那个选项啊 选中后面的选项 然后找到当前咱们那个第一盘 你自己解压maven的那个位置啊 自己解压maven那个位置 然后呢 找到当前我所解压的这个maven啊 m1n啊 maven 然后接下来呢 选中当前咱们那个maven点啊 选中 然后点OK 那我们就能将当前那个maven呢 加在一起来了 看到了吧啊 这就是咱们当前maven按那个位置啊 咱们那位置加在一起来 加在完成之后呢 这个下面那个位置 看好啊 版本是不是3.5.3 这个位置直接变了 对吧 但下面那个位置呢 并没有变 所以怎么办呢 后面有一个overread 负写 咱们把这两个位置都打开啊 都打开 那这个位置大家看好了 内裤呢 它会直接读取我当前maven文件夹下 那个内裤 咱配置那内裤 对吧 然后下面但是这个赛听文件没有变 所以此事怎么办呢 也依旧是打开文件夹 找到当前咱们maven所按的那个路径啊 找到咱们maven 然后找到咱们maven下 当前那个com下的当前赛听时配置 看到这是不是有配置啊 选中的配置 选中配置之后点OK 那此时这个位置就已经将当前的maven 加载进来了 然后maven的配置也加载进来了 本地内裤也加载进来了 那此时maven的加载到idea当中 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此时点应用点OK 那么我们idea当中在所创建的maven工程 走的就是咱们所安装的那个maven软件 走的内裤也就是本地内裤了 那么OK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